江女士和刘先生是一对恩爱眷侣 结婚二十多年来 两个人也少有冲突 但让江女士头疼的是 只要一碰上公婆 和谐安宁的家庭氛围 都会瞬间变得军心动魄 当时我也被激怒了 后来我婆婆给我公公说我打她了 还因为公婆的挑拨 丈夫第一次对自己动起了手 后来我们就打了一架 也就是结婚二十多年 我们是第一次打架 在和公婆不断的摩擦中 江女士对丈夫也开始逐渐不满 如果跟她父母之间要的发那个啥 不管我们吵得多厉害 她就不吭声 更是声泪俱下 把这些年受的委屈都算在了丈夫头上 老公说 她能站住了说一句胡功道的话 我都不会得了 相比于江女士的委屈 刘先生就如同江女士描述的一般冷漠 我烦得很 包括到现在也说下来这个事情 我会冷漠 那些江女士耿耿于怀的心事 刘先生也望得一干二净 实际上我对这个事情已经很模糊了 我都一点印象都没有 然而究竟发生了什么 面对委屈的江女士 观察员们却做出了如此评价 你主动惹事 还得让你老公给凭事 还有这么不讲理的事啊 你在把一个真正有感情的男人 给逼成一个没感情 或者表面上看过去很冷漠的男人 刘先生身上的这种类似于旁观者的冷漠 又是从何而来 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 丈夫冷漠的背后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大家好我是张燕 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李老师 欢迎您 欢迎场上的观察员们 欢迎大家 欢迎场上的当事人是一对夫妻 江女士和刘先生 两位今天来到金牌调解 先说说你们的诉求是什么 我希望我老公和他家人 不要把我当成外人 就是尊重我 这么多年 都是用外人来定义自己的吗 在这个家里 对 我在他家从来就没有说话的权利 什么事情的时候 他从来都不为我 他从来都不问我的决定 然后自己有些做了决定 希望他能明白 然后就是以后吞吐我 他说我们家人不认可他 我想这个事情 作为我来说 我的感受可能不是那么深 你可以让他 就是他作为一个外人的那种感觉 你觉得你有把他当外人吗 没有把他当过外人 现在这个家里边 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 就是有很多矛盾吧 可能是因为 夫妻之间可能沟通到不到位 我感觉是我们现在两个人的观点有问题 那是改变他的想法 还是改变你的想法 两个人都有吧 都指点一下吧 刘先生认为 妻子的委屈 是因为夫妻二人看待问题的角度 有所不同 但姜女士却认为 问题的根源在于 丈夫一家人 始终都把自己当作外人 既然嫁给了刘先生 婆家也是自己的家 可姜女士 在婆家既没有归属感 也没有话语权 甚至就连小小的一堆破烂 都无权处置 因为我们没在家住 我们在郑州住 然后有一次 就在家 我还满地肚子破烂 我说把他收手给卖了吧 他说别卖 我说啥原因啊 他说你最好别卖 就是说卖了以后 然后我爸妈回来 可能就会跟我吵架嘛 但是没说这么清楚 就是光说你别卖 破烂都扔在那个啥 不好看是吧 然后我就把破烂给卖了 没卖几块钱 后来我们也出去了 带着孩子进城了 到天黑回来了吧 然后就六点 刚一进家门 我婆婆说 你把我的鞋给卖了 我说你的鞋 就放在那个外边地上 就在轰滑雨晒了 说我回去 没见到穿过一次 他爸妈就几次躲躲门 然后跟我吵架 不管我们吵得多厉害 他就不吭声 好吵了 然后他爸他妈就 中荣地让他去打我嘛 他爸就说 你看你爸 你媳妇惯的 就是一生年 怎么去打他 让他这么那个啥 嚣张吧 后来我老公就过去 搂着我这个脖子 现在说嘛 说你能不能 别跟他们吵了 然后他爸妈都 撵着我出去吵 后来了 我说你的鞋坏了 我好 我陪你一双鞋 陪你一双新鞋不行吗 他说不行 我就要我那一双鞋 最后有个结果吗 就不伤而终的话吧 我老公始终就不吭声 吵架以后他跟我说 这个鞋子我妈 攒的是给我舅的 因为我舅的搜鞋子 然后买鞋子 所以这个事 我再问一下刘先生 为什么不事先说呢 不是我想说一句话 什么呢 实际上我对这个事情 已经很模糊了 但是对我来说 现在我就中间有一个印象 当时我那时候 高中毕业了之后 就是家里放了很多 那个上学的那个书 书呢一直放 听我说完好吧 包括他说最后 他跟我爸爸吵架什么的 我都一点影响都没有 现在最后他说的这件事 有没有可能 就是这个事实 他可能在你妻子的感觉里面 他更受不了的是 在整个过程当中 你不帮他说一句话 你是不是会这样处理 我真的不记得 那他说的这个过程 有没有可能 在你们家发生问题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这个场景 有可能 有可能 对 这是常态 对吧 常态经常 就是我如果跟他父母之间 要是发生的个啥 他经常都是常态 我想问一下江女士 刚刚说的 他在旁边一句话不说 好像他爸妈 也是这么说的 你就宠吧 对 好像他爸妈 也不领他的情啊 对 我好像也没大喊 讨事得好 真的 如果是这种场景的话 如果要是现在 我的心态的话 我肯定就是 会两边去安抚一下 但是那时候好像 我就没有那种感觉 好像我都有 我现在至少 我都没有印象了 现在 我感觉没多大事 真的 一堆破烂引发的矛盾 在刘先生心里 没有留下任何波澜 但他眼里的小事 却是江女士心里 无法释怀的大事 江女士认为 正是因为 卖破烂本身是小 所以公婆那么大的反应 才恰恰说明了 他们从来 没有把自己 接纳成为一家人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 则再一次 印证了江女士这一猜想 那一次我回家去取东西 当时我们家种了两棵梨树 然后梨正能吃 我这么多梨 然后我就摘了一棵梨吃 村上的邻居 叔啊 婶儿啊 嫂子都在那儿 因为我心可比较看了 她当时都好 给我开玩笑 说你看这媳妇回来了 然后我拿个梨 光自己吃 怎么不给我们也 我说行 那我回家给你们 摘几棵梨 我们自己家的树 我也没想那么多 然后我就回家 摘了几棵梨 然后都给他们了 婆婆就跟着我们 随机就出来了 看看我们把梨给他们吃了 然后随手就把门给关住了 我怎么回家 就敲门就敲不开 后来我就实际敲 实际敲 然后我婆婆才给我开 开完以后 我说妈 你家门锁子干啥 后来她就说我 咱家梨 我都没吃了 你都摘在帮别人给吃了 我说妈 这树梆接那么多梨 我就摘了一个两个 给人家吃 我说别说 咱自己家树梆接了 我说就是我买的梨 也为让别人去吃这个梨 然后我们俩又吵了一架 当时我也很生气 几个梨我婆婆就生气 我就带了梨 然后走了 找我老公去了 婆婆因为你摘了梨的事情 吵着架 你转身生气 你继续摘梨 摘完你就走了 对 我说我就要摘这几个梨 然后再走 看你那个啥 还能整不着 给谁吃也不重要 我就是要做这件事 对 然后当时我也被激怒了 后来我婆婆 给我公公说 我打她了 然后我公公给我婆婆 就又找到我老公 因为我背着我女儿 然后我女儿就说 叫她爸抱抱她 我就跟她说 我说你baby女儿 女儿想想你抱 她就说我 你早死了 你打我妈了 我说我没有打你妈 她不相信我 知道吧 后来我们就打了一下 也就是建芬的20多年 我们是第一次打架 到了当时 她把我的眼 这个地方都快 那个吹得都是紫的 她有给你道个歉吗 或者给你安慰一下 没有 就这么过去 每次都是我让步 实际上就是 她在家里 跟家里发生的一切 就是她说也好 就是当时我妈妈讲也好 实际上双方 我当时都不是很信任的 知道吗 当时是他们来了之后 包括我的亲戚都去找我 说媳妇怎么跟你妈生气了 当时是说生气了 还是说动手了 反正就是当时说 生气挺严重的 但是至于打不打 现在我没有这个印象 她什么都不记得 不是说她你找死了吗 你打我妈了 这个我跟你说 这个是怎么回事 我当时光听我家里 就是我妈 她们过去讲这个事情 使得我鼻子骂 骂我说 这个媳妇很厉害 怎么怎么样 梨子没有熟 再给别人吃了 我当时就说 我说多大个事了 不就几个梨子吗 我当时真的还没有 怎么生气 最后呢 她是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 实际上是把孩子给我的 知道吧 其实我觉得应该 她这个事情 让我讲一下吧 对吧 你生气的点是在于 她没有主动地告诉你 我印象中 她是没有跟我讲的 是不是家里人 跟你说那些 是给了你压力的 对 然后将女士表现出来 那种若无其事的样子 让你觉得你倒没事了 这压力都冲着我了 所以你心里是有火的 然后借着这个 就杀了这个火 在江女士身上 是这样吗 对 之后我跟她道了歉了 因为当时我 把她这个眼睛 这个地方 左眼吧 好像是 可以了好几天 当时我觉得 我从来没有那样过 然后那样 我觉得 就算我以后 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 我都不会再 就是再动手的 到最后 就是关于 她有没有打你妈妈 这件事 你了解清楚了吗 我没有了解 到底是谁打谁了 或者她到底 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我没有了解 我也没有 你不想搞清楚吗 对 我不想搞清楚 我烦得很 包括到现在 一说起来这个事情 我非常烦 我问一下江女士 你不满意她 她父母也不满意她 她在中间 谁的好都没讨着 但她很无辜 跟她没有关系 她承受了你们 婆媳之间的 这个所有矛盾 最后都放她身上去了 所以她难受 我能理解 但是我理解 我很委屈 因为不是我的错 有的时候 再都不是我的错 就把事情 跟婆婆之间 处成这样 让老公受了这个压力 好像也不是你能控制的 对 那是谁的错呢 老公错 她能再做了 说一句 胡公道的话 我都不会得了 一直强势的江女士 在此刻忍不住 委屈地流下了眼泪 她能理解 丈夫在面对自己 和婆婆产生矛盾时的 无奈和烦躁 可同时又生气于 丈夫冷眼旁观的态度 相似的矛盾越积越多 最终江女士不得不和婆家 划清界限 决定无事 不过多往来 可这份互不打扰的平静 很快就被刘先生爸爸的 突发恶极 给打破了 当时是十点多 她姐姐给她打电话 说她爸爸生病了 她说她要回家 回到家第二天 又连夜开了车 又来郑州了 她爸来了以后 直接都中正监护室去了 然后当时在那几天 我跟她打电话 她就跟我说 你别问了 你不用管了 你爸家照顾好的 行了 等她有啥事 咱家的家庭 全都在我身上 全都落到我这儿了 我跟她打电话 有时候是啥意思 我你在医院都谁 她说都她妈来了 然后还有她姨父来了 我说那你姐姐怎么没来 我说妈妈那么大年龄了 让妈妈待在家里 然后姐姐最起码 能给你帮忙 也知道了多 当时她姐没来 我就可生气 因为当时住院干啥 都是我们先电池 电了她的发那个啥 她花了六万 我六万都是刷的信用卡 因为我们经济条件 本身就不好 我们还要养两个孩子 姐姐应该 你最起码 给我们先分担一点 两个人都在 共同上承担吧 你不能抛开 光照我们一个人来承担吧 我们公公传的也有钱 都在姐姐那 最起码姐姐要拿出来一部分 后来我就将我姐姐嘛 我说这个爸爸养老这个钱 我们出了六万 这个钱不能光让我们 一个人来出 你来承担一部分 然后她姐姐就说 想让我们承担也可以 但是你必须给你姐夫道歉 我想了想了 然后我老公 我有我们这个家 我忍了 然后我就 我也不知道为啥要道歉 所以我就给我公 我姐夫道了一次歉 这个道歉 你压根都不知道道什么歉 对 这件事情我在问 李江女士 就是你跟姐姐谈 说要你们也出点钱 这个事 你事先跟刘先生 商量过吗 因为我跟她谈过 她冲来就不同意 不同意的 对 因为她不认可 应该是姐姐出来 父母有病就该有 儿子来承担 说有一切 最后出了多少 一万块钱 你道完签以后 换回了一万块钱 对 这件事情 刘先生什么态度 没有任何态度 在旁边 他就看着你们两个 谈来谈去 看着你去道歉 看着你拿回这一万块钱 对 因为遇到什么时候 我把我老公往前堆 我老公就是往后 把我往前堆 刘先生 在你老婆刚刚的描述里面 是姐姐姐夫 没想拿钱 你也没想他们拿钱 是他坚持 要去要这一万块钱 并且还要去道个歉 才能要得这一万块钱 具体他说了 应该说了一句什么话 但是我姐姐生气了 他们 我说了什么话 应该是说了一句什么话 我说的话 你知道吗 这句话你让他自己说吧 我现在我不知道 他说到哪句话 反正他 就是当时我姐姐和我姐夫 直接走了 就生气了走了 我问你 你在那个现场 你对于整个现场 你是怎么看待 他做这件事的 当时我姐夫哥 他就说是跟我平摊的 就是我爸住进ICU 头一天晚上的时候 我们回到老家一趟 然后呢 就是他从那个银行里 取了是一万块钱 当时是个现金给我 这个钱是爸爸的还是姐夫的 他说这是他的钱 是姐夫的钱 对对对 他是尽他自己一份孝心 就是他也该出钱 对对对 你算了一下 你实际上你出了多少钱吗 我算了一下 大概我出了可能就是一万多块钱 因为有新能和嘛 新能和当时退了有 两万八还是三万二 反正就这个数字 你刚刚算的这笔账 你老婆是一点都不知道的吗 这个钱的时候 我跟他透露了一点 但是具体的我也没跟他讲 我老婆怎么讲呢 他处处也是维护我们这个家 但是呢 在处理问题上 可能他的方式方法 可能不够聪明 或者不够巧妙 造成给人的一种感觉 他很强势 对了暗魁 对 但是作为我 一般正常的话 我处理我们家的事情呢 我们两个处理的方式不一样 因为包括现在 有时候我在跟他讲 我们家的事情 你不要插手 我自己来解决 有时候可能用我的方式 去处理的话 可能我的老婆 第一次等不及 再一个 他觉得那样不行 他就喜欢用自己的那种方式 你胡说 不是我等不及 你跟我说了 啥事你来出去 他俩一个人唱白脸 一个人唱白脸 等到事上的时候 你又变卦了 你全部都是好 我全推了 然后你自己去解决吧 就是这样的吧 让你去说话 你从来就不吭声 江女士很委屈 丈夫的退缩和不作为 导致自己不得不为了维护小家的利益而冲锋陷阵 到头来反倒自己成了唯一的恶人 但即便如此 公共的去世 依然给江女士敲响了警钟 他意识到 婆婆以后的赡养 也可能成为一个潜在的问题 为此 他想到了一个 能够和姐姐公平分担赡养义务的方案 并督促刘先生将方案告知家人 但没想到的是 这个为大家好的方案 却成了这个小家的纷争启燃 我们的调节继续进行 因为我们家现在还有几亩地嘛 父亲过世之后 这个地现在是我姐夫他们住 夏天的这个麦子收入归我妈 冬天呢 就是这个玉米这一块 是我姐姐他们的 现在呢 我老婆差不多有半年了吧 感觉说这个事情不行 因为这个事情账目不公开 想呢就是这个地让我们收回来 让我回去种 我原来答应过他了 但是呢我也想了好长时间 这个主意我没有打下来 没有定下来 我也没跟我妈讲这个事情 因为前几天不是回家了吗 回家了没有解决 早上起来之后呢 他就问我 你答应我的事情呢 怎么还没解决啊 我就是好像是堂舍他了 他就感觉很生气 对我怎么样呢 就是可能是 劈头盖脸吧 冲骂是冲骂 还动手了 但是我可以保证 就是我没有动手 他最后生气的时候 就是那种私心裂肺的那种 反正就是咬我了 那一天我们一天没有吃饭 大家都说好的 谁也不吃东西了 赶上生气了嘛 是吧 我在外面口卡了 买了一瓶水两块钱 因为我们两个吵架呢 我有一个问题要讲一下 我的手机啊 我的银行卡什么的 他都要拿走的 然后就是翻看我的这个消费记录嘛 就又不愿意我了嘛 他就是要控制我 然后我当时我不想让他控制我 就脚动了一下 一下子把他给蹬到床上去了 他就躺着哭了 因为我吧 答应这个事情了 但是没有做到 我们两个现在这一对呢 就是这样两个人在一起 有重叠的时候 我们两个就会吵架 江女士 你跟他吵架 其实你心里也难受啊 对 我跟他吵架 我心里也难受 我只是希望呢 有些事你能 就是你最好 不要再骗我 就是说我们家的收入 其实就是才他姐姐在 我那收益都让姐姐在了 但是我们呢 我们光付钱吗 但是平时照顾妈妈也是姐姐 不是平时照顾妈妈是姐姐 因为我们在他爸老的时候 我们还签了一份协议 就是说他妈妈500块钱以下 由他妈妈自己来承担 500块钱以下 由我们共同来承担 姐姐那一天就说了 我要照顾妈妈 我要保母费 所以你是觉得 这个过程当中 受益的不是妈妈 是姐姐 对 姐姐把我们家 就是说东西粮食 东西收益了 最后一推 妈妈不管了 我是希望我老公 能挑起我们这个家 就是说不管是家里好 不希望依靠姐姐来能 我们家不管发生这个事 只要我不在意就过去 如果我要追问了 就我们俩要吵架 每次我饿跟他谈 他说有事 他要么就躺床 要么就睡觉 你跟他就没法沟通 江女士认为 自己的所作所为 都只是在为小家考虑 可没想到 非但丈夫不领情 还为小家招致了许多矛盾 和婆家的相处 意识如此 好心卖掉破烂 好心给邻居吃梨 可最后好心办的 都成了坏事 这让江女士十分委屈 事实上 不管是经营大家庭 还是小家庭 并不是出发点是好的 结局就能圆满 更多的是需要通盘考虑的智慧 和尊重他人为人处事的习惯 观察院观文认为 性格直接的江女士 正是缺少了这方面的思考 才会导致家庭矛盾越处越多 和江女士聊两句 这么多年争了个啥 我觉得争了个寂寞 还争了一肚子的委屈 我们来想想看到底这二十年 发生了什么事情 卖掉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让这个家里变得更整洁 更漂亮 这是你作为一个新儿媳妇 心里的一种想法 你是这么想的你也是这么做了 从正面的角度来看 你的这片心应该是值得肯定的 你是把自己当成了这个家里人 所以你才会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可是从反面看呢 这个事情并没有尊重 这个家庭原有的生活习惯 并没有尊重老人的价值观念 所以引发了矛盾和冲突 我们只有多角度地去看一些问题 才能找到这个问题最终的答案 江玉生我还想跟你说的是 第二个关于吃梨的那个故事 你不仅吃到了 而且还给老公也带了 可见你的心里就是装着这个小家的 可是吃到了梨之后 人的心也离了 婆家人在那个时刻看到的 是你争强好胜 是你得理不饶人 甚至是没有道理 我也要争出一个道理 他们看到的是你这样的个性 所以这一争咱们又争输了 而我还想提醒你的 是反面的另一点 所有的印象永远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你几十年的婚姻生活当中 在你和婆家人多年的相处过程里 好像看到的都是彼此的不理解 相互的不尊重 甚至是内心的抱怨 可是这些印象还有更改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在土地的这个问题上 你真的不要去躲开 而是要选择放下 不是由我冲在前面 去争回这部分的财产 这样的一种争取 只会让我的老公更加难堪 所以你试着去放下他 让老公自己真正去面对 不要去逼迫他 然后接下来 把你们小家庭的关系处理好 也许这个家庭反而会有更多的 一些新的生机和希望 我先跟姜女士说几句 刚刚讲完你们全家的故事 我就会想到一句话 太岁头上冻土 但是太岁头上冻土 这件事情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我觉得不一定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当你还不太了解 南方或者是婆婆家的家庭关系 他们的家庭氛围的时候 你冲到前面 肯定会引发矛盾 我也不知道就是 你能够敢于在太岁头上冻土 是基于你的意气之争 还是基于你小家庭的利益之争 不管怎么做 太岁头上冻土 确实会引发矛盾 那我再说刘先生 这边作为儿子 那边作为丈夫 这种身份是一定要搞清楚的 首先要呵护好妻子 但是呵护好妻子 不能以伤害父母亲为前提 包括这个梨子的事情呢 梨子本身不值钱 有的百八块钱 在街上可以买一大堆梨来吃 可是为什么那颗梨就放得众怒呢 因为那代表着 一个家庭的话语权 和对家庭财产财物的处置权 你作为你妻子的丈夫 你也应该清楚 她来越厨带袍 来处理这件事情 会引发怎样的家庭纠纷 可是你回避了 在人性当中来讲 叫柿子剪软的捏 你的妻子不是一个软柿子 她不想被人拿捏 但是呢她又做得有点过了 看到你逃避了 她就毫不客气地 自己冲锋陷阵 杀到前方去了 那么作为丈夫 作为男人 是不是要好好地反思一下 整场听下来 我真的很想对你说一句话 我敬你是条汉子 你做了汉子 做了猛事这么多年 收获了什么吗 刘先生在现场所表现出来的 他不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 可是你最后你的这种 不停地闹 不停地把问题事态扩大化 最终让他夹在中间 把自己不得不变成一个 没有感情的人 他得隔离你和他们家人之间的矛盾 他才觉得让自己活得不那么难受 他有一句话在现场说的很有意思 主持人问他 刘先生你了解这个中间的细节吗 不了解 你想去了解吗 不想 因为很简单 我想了也没有用 想了以后 能对你跟婆婆 或者跟他们家人的矛盾 有什么帮助吗 不啊 我真的是很烦了 我不想再去关注你这件事了 就是我刚刚说的 爱咋咋地吧 我也不关注你们谁对谁错 我自己先得让我自己在这个家里 得活下去吧 所以你在把一个真正有感情的男人 给逼成一个没感情 或者表面上看过去很冷漠的男人 他在现场一直在说一件事 就是不管说的什么 你很伤心的时候 他都会说 我记得不太清楚 我不太记得了 那我个人的理解是两个部分 一 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太多了 每一次对你来说是惊心动魄 对他来说 已经麻木掉了 无关痛痒 第二 如果我不懂得装憨 我可能今天都坐不到这 我都要被你们逼得精神分裂了 你有再多的委屈 都不是用这个方法来解决 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爱和关心 都不是通过哭闹和争吵能够得来的 刘先生这边 江女士 因为你爸看病的那三万块钱 最后非得要向你姐要那一万块钱 我不能理直气壮地跟我老婆说 我就多承担这一万了 怎么着啊 我当儿子的 在我爸最后生病的时候 我就多承担一万块钱 以示我儿子的孝心 不行吗 但你有这概念吗 你也没有 所以你拿什么一个主流很正的价值观 来去带动你老婆呢 来去解决问题呢 江女士这边 你的诉求有两点 第一 他们家把我当外人 第二 在婆媳矛盾当中 我老公不站出来 主持公道 替我说话 这两点都不存在 是他家把你当外人了 还是你把自己当主人了 你卖破烂这事儿 没动脑子了解一下你婆婆 为什么要把这些破烂丢到地上 他总有他丢的道理 然后第二个是你老公明确提醒你 这些东西你最好别给他卖 你干的事儿 这都是把自己当主人干的事儿 你是在婆媳关系相处当中 首先主动进攻 主动侵犯 你是主动侵犯了人家的私权 所以人家对你产生了阻隔 你才觉得把你当了外人 因为你太把自己当主人了 再说你老公不站出来说话这事儿 你主动惹事儿 还得让你老公给平事儿 还有这么不讲理的事儿啊 你反思清楚了之后 把自己身上的问题搞清楚了 剩下的问题 才是需要你老公去努力的问题 李金平认为江女士 在和婆家人相处的过程中 没有摆清自己的位置 以主人姿态 过分介入婆家人的日常生活 这才导致了和婆婆之间的 矛盾频发 并使得丈夫 在婆媳二人的不断交锋中 左右为难 如果江女士希望婆媳关系 夫妻关系能够得到改善 她也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 观察院观文 带着江女士进了密室 一进密室 她就忍不住对江女士提问 你觉得你的个性当中 存在哪一些问题 它可能会导致你和老公之间 很难沟通 我就是可能就是那种性格 然后就压不住脾气那种性格 我的性格也是比较直 就是有啥有啥说啥 所以你的这个脾气 没有压制住的时候 一旦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 就很容易爆发矛盾和冲突了 接着观文建议江女士 可以尝试调整心态 让以后的生活轻松一点 我给你两点建议好 供你参考 首先的一个就是 先真的把过去的事情放下 因为你回忆的越多 想的越多 你的脑子里每天 就是萦绕着这些事情 你永远就是沉浸在这种痛苦里面 出不来 这是我给你的第一点建议 江女士诚恳地接受了观文的建议 这让观文十分欣慰 密室的另一边 刘峰认为 刘先生在处理夫妻关系的方法上 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你在过去处理很多事情当中 你都犯了这个大忌 你还是有点逃避矛盾 我觉得就是话要挑明了 就是灯不挑不明 理不辩不清 你不站出来说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你的担心就是 你怕激化矛盾 所以你不说 可是恰恰你不说 他更认为 这件事情里面有猫腻 很神秘 可能我在家里 我是老小 我姐姐是老大 我还有个哥 我在家里 他就是话语 他可能相对来的真的少 对 好多事情 我一般情况下都是 反正有能乘起伞 就在下面躲雨就好了 对无所谓 我那时候可能真的有这种心态 但是就是老小确实是受一些宠溺会多一点 还有就是承担责任会少一点 对 但是承担责任才是成长的开始 我觉得在这一块你确确实实 至少是给到你妻子一个概念 就是好多事情 你没有拿出一个鲜明的决定给我 你觉得在过去二十多年 我一直是这么在我刘家生活的 没想到有了个媳妇就不一样 确实不一样 对 确实得站出来说一些话 做一些事解决一些问题 因为这个免不了的 会有一些纠纷和矛盾 刘先生对于刘峰的建议也全盘接受 那么回到场上 双方真的能各退一步 真正的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吗 调姐马上回来 我们从密室出来 继续回到调姐现场 看看我们当事人 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 好 老婆先说吧 但是经过这么多吧 老公 我希望 就是在咱家庭 你能做出更多的决定 当起咱自己家的顶梁桌 我这边我会改变 我的一切看法和态度 主要你改变了 我肯定也会改变了 首先呢 就是很感谢我的老婆 这么多年的陪伴 就是我会把这个家 就是尽可能的 全方位的吧 主动一点 家里面呢 有些事情呢 我处理的不好 给我的老婆带来了 很多的困扰 真的啊 感谢 谢谢老师 江女士 其实我真心觉得刘先生是个不错的男人 虽然对于家庭事件处理的没有那么到位 但家家这本《胆念的经》真能把它念得特别好的人 的确也不多 余生很长 愿你们两个携手并肩过得更好 好吧 谢谢老师 调解结束了 在场上一直眉头紧锁的江女士和刘先生第一次齐一齐展露了笑容 希望夫妻双方都能够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并积极地做出改变 经营婚姻生活确实需要智慧 对于江女士而言 强势的背后换来的是满腹委屈 一时的让步反而可能获得更多的幸福 刘先生也应该明白面对婚姻生活出现的问题逃避永远不会是正解 只有主动站出来尝试沟通疏导才会收获美满的大结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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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